卧槽 去你娘的 眼前这个嚣张麻糊的黑人选手 竟然在媒体会上恶意推丧挑衅咱们中方选手 那中国选手也不是好惹的 当即就霸气回怼 尽管裁判一再制止 黑人选手却丝毫都不打算收敛 不仅踢向中国选手 而且还做出了脖子的动作挑衅 那好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是一场中国对战马达加斯加的对局 现在出场的就是赛前极其嚣张的黑人选手 五八配 他的种种行为都完全没把咱们中国选手放在眼里 那现在身披五星红旗 霸气出场的选手就是人称孤狼的王卓 小伙子年轻气盛 赛前面对对手的挑衅是直接霸气回怼 看着是相当的解气 那今天就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王卓的精彩表现 那好多观众朋友们 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那场上黑色拳套红方选手就是人称孤狼的王卓 那边白色拳套蓝方选手 就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姆巴佩 那这个姆巴佩赛前是非常的嚣张啊 疯狂挑衅咱们的王卓 那现在上了一台我们发现 哎呦王卓连续中拳 姆巴佩好像是要扛不住了 那赛前有多嚣张 现在就有多狼狈 确实被打得非常的惨啊 进入比赛的状态是比较慢的 所以说王卓也是抓准这个机会 用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 用自己重拳重击 想要在第一回合 在对方身上拿到更多的便宜 其实在称重仪式上来说的话 姆巴佩还是很具有这个表现力啊 然后对这个王卓推推扫扫的 但是王卓今天对吧 咱们话不多说 擂台上见 其实在对于选手来说的话 减重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刻啊 像这个王卓的话 平时在75公斤级 但是比赛当天的话 称重是72公斤 有的多少不等 有这个几公斤到五公斤的一个 那到目前为止 一局是王卓压制着姆巴佩去打 那这个姆巴佩 现在甚至是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啊 只能是被动的护着自己的脑袋 那赛前的那种嚣张劲啊 现在是完全一丁点 都看不到了 中扫腿 变线踢 再加上后肢 对方的话 也是慢慢的适应了这个高强度的一个 哎呀 这有一个下劈腿的动作 很典型的散打动作啊 然后对对方的一个肩部啊 下劈腿进行这个沉重打击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一声倒地的 两下进攻之后 再来一个西装 前手摆 后手指勾拳 有一点效果 蹬腿 对方接腿的话 没有更多的动作 进行这个配合 刚才这一下 还是非常有效的 明显的进攻 优势 那不得不说 这场比赛 姆巴佩被打得非常难受啊 想打也打不过 想跑也跑不掉 因为这个比赛场地就这么大 要比其他的场地小一些 所以说现在姆巴佩是相当的难受 而且我觉得呀 他马上就要崩溃了 因为面对实力如此枪击的王卓 换谁都要崩溃啊 控制好距离 自己很舒服的能打到对方 对方的话 攻击不到自己 明显上面身高臂展的优势 打控制 漂亮 击下打上 勾拳击 然后带来摆拳击头 最后的十秒钟 边腿 击中对方的一个内部位置 对方也是 换架 好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第一回合比赛已经结束了 这回合 王卓是完全压制着姆巴佩在打 所以说看的是相当的节气了 那现在让我们期待一下在第二回合 王卓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 好的 现在我们来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二个回合 那想必观众朋友们也是比较好奇啊 这个姆巴佩到底能够撑多久 会不会在这一回合就会被王卓Q掉 非常不错的效果 跟刚才贯彻的一个效果是一样的 金腿 后手 银肌 再加上扫腿 气势上面已经拉满 对方说 虽然我倒下 但是我其实不能输 一个鲤鱼大挺战继来了 王卓 后手中拳 再来鞭嘴 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 现在就在看 有没有更好的机会将对方击倒了 后手摆刚好命中耳根 在击打腹部 对方的防守有点被打穿了 但是这一轮进攻好像要作罢吗 对方有点坑不住了 还有没有可以继续进攻的机会 席撞一二 果然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这一回合 姆巴佩依旧是被疯狂压制 没有换手之力了 那中场休息 对于姆巴佩来说 并没有任何作用 那我们看到 这个时候姆巴佩突然蹲在地上 那现在看起来 这个状态非常不好啊 不知道 还能不能起身 能不能够继续进行比赛呢 好的 现在比赛继续 那看起来姆巴佩现在非常的不情愿啊 已经完全不想和王卓去打了 看到王卓心里都害怕 现在更是一直缩在这个龙边 点位而是非常多啊 频率非常高 漂亮 进步 急撞 再来 这个位置对方已经有点扛不住了 可能要二次股秒了 对方的防守已经完全被打断 但是他还是很坚强 又用搂抱 把这一轮的攻势给缓解下来 但是王卓会放过你们 我感觉王卓还可以继续进攻 再来 后手直拳命中腹部 再来 这个重拳都是非常有力的打击到对方的头部和腹部的 好 再来 中扫 变形体 王卓在寻找很好的进攻角度 对方已经完全被打虚了 姆娃佩节节败退 后手重拳 还有没有刚才将对方击倒不秒的一个效果呢 对方的出拳的动作也是变得异常的缓慢 那我们看到现在王卓完全不着急了 一个手背在后面 让姆巴佩进攻 尽管是这样啊 姆巴佩依旧是不敢 可见这个王卓在姆巴佩的心里 已经是一个恶魔般的存在 估计晚上姆巴佩半夜做噩梦都会梦到王卓 转身后崴腿 王卓压制到对方 贴近围龙边 顶着对方打 这个位置很好输出 对方的防守几乎等于没有 报价已经拿低了 体能已经有点顶不住了 但这回合感觉时间已经不多了呀 再来西撞 很漂亮 最后的十秒钟 好 王卓选择了 好的 现在第二回合比赛结束了 那确实是没有想到啊 姆巴佩竟然能撑到第二个回合 那让我们期待一下第三回合 王卓能否Q掉姆巴佩 好的 现在我们来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三个回合 那这场也就是最终局了 王卓估计是不会再留守了 看一下这回合能否Q掉姆巴佩 姆巴佩 想要骨紧西撞 但是对方抽开身体 后手中拳有所命中 还想继续跟进 再来一个摆拳 对方也在不停的后撤 也在防守着王卓的中拳 想要正正腿把王卓给踢开 已经打得有点慌了 下潜的后手直拳姆佩 对方的迎击拳也是打过来 但是距离不够 再来前手摆拳 已经开始乱了姆巴佩 漂亮 这个中段扫地是有效果的 再来一次 还有没有继续跟进的重拳 刚才的摆拳姆 后手直拳姆 都很有效果 古井西装 比赛里边的西是只于是一次 不能够持续连西 王卓又降缓了自己节奏 直接朝对方头去了 转身后登 再来一个蒸灯腿 王卓已经开始非常的放松了 因为刚才回合开始的那段的进攻 对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 要给他缓一缓的时间 其实优势非常大 也不要着急跟对方 果然呢 这个姆巴佩是从头怂到尾 连续三个回合都是不敢打 第三个回合依旧这么怂 确实是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害怕王卓了 头部 接腿 迎接 前手刺拳 再来后手迎接 前刺后直 点位打低了 把你的报价打下去 再击打头部 打得很聪明 把你的手一直在按照我的节奏来进行调换 漂亮 砸圈砸到头部 但是姆巴佩这个抗击打能力还真的强啊 进到这么多次的一个重击还没有倒下 右手后手中全命中灭门 接腿 哎呦 好的这一下王卓反应非常快啊 直接摔倒了姆巴佩 再次倒地了 趁机蹲在地上不打算起来了 如果不起来的话 只要被堵秒了 第二次堵秒 一场比赛的话 总共会有三次堵秒 他经过两次堵秒了 再堵秒的话 就只要终止 直接要终止比赛了 那姆巴佩也确实是非常无奈啊 明知道自己打不过 还要接着打 可能是为了自己那可怜的尊严 又一次被击倒了 那看这种情况 估计他是撑不了多久了 姆巴佩根本就没有太多的反击的一个动作呀 一直都是在被动挨打 下皮腿又来 想跟进 但是王卓已经把距离拉开 双飞踢 一二三四再来一次 转身后白腿 最后的十秒钟 还有没有击的可能性 冲息 在对方近身的时候 一个袭击的迎击 最后的几秒钟了 还有没有更多的一个节奏 好的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 那姆巴佩竟然是撑满了三个回合 虽然说打得不行 但是还是能比较坚持的 那这场比赛毋庸置疑 胜利属于王卓 观众朋友们 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